原本是兴高惨烈的五一假期 一对中国年轻情人的却被发现 惨死在了巴厘岛的五星级酒店里面 这一消息震惊了整个华人圈 也让疫情之后重新活起来的出镜油 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两名死者的一个25岁 一个才22岁 都全身赤裸地在酒店当中死亡 死状惨烈 局媒体报道出事的那晚 还有一个服务员打扮的人 曾经出入过他们所在的房间 这究竟是一起怎样的命案 是否是第三人一手制造的凶杀 而那个酒店服务员又到底是不是凶手呢 想了解更多相关资讯的欢迎搜索 两中国游客巴厘岛身亡 获取更多关联信息 据新京报的媒体报道 两名死者当中的男性是广西桂林人 25岁 女性是江西九江人22岁 而事发在巴厘岛老牌的五星级酒店 金巴兰洲际酒店 根据酒店监控录像 4月30号晚8时左右 情侣当中的女生 独自到该酒店办理入住 4个小时之后 男生也乘坐出租车来到了酒店大堂 与女生在楼下会合 随后两人一起进入到了4223号房间 过了大概半小时 零时50分 男生曾经短暂离开又回到了房间 随后又过了将近半小时 凌晨1时17分 一名客房服务员送餐进入两人房间 在里面待了较长一段时间之后退出房间 这个时候似乎并没有异常的情况发生 然而到了凌晨6时32分 可怕的一幕出现了 监控显示男性死者浑身是血的 在酒店走廊上爬行 很快仰面倒在了走廊上 挣扎了20分钟之后 失去了生命迹象 同一层4228房间的住客 听到了男生呼救的声音 于是打电话给酒店前台 大堂经理与员工一起上楼查看 却发现了两具尸体 其中的女生正浸泡在酒店房间的浴缸里面 酒店迅速报警 事后经过警察调查和法医检验发现 男性死者的脖子和左腿上有创伤 推测是由锐气造成 而女性死者的脖子上有一圈很深的瘀青 疑似勒痕 同时身上还有多处的瘀伤 据媒体报道 当地法医表示目前还不能够通过这些外伤 断定死者是死于自杀还是他杀 网友们也都把目光对准了那个送餐的服务员 但是复原送餐的时间距离男性死者呼救和死亡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将近5个小时 看起来似乎是有不在场的证明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有人从室外闯入杀人呢 当天同住在该酒店4217号房的T先生 告诉红星新闻 他所住的房间有落地窗 可以从房间内部反锁 他推测的死者房间的布局应该也差不多 但是事发的凌晨 他并没有听到门窗玻璃被打破的声音 而令他感到后怕和不满的是 酒店并未及时告知他发生了命案 只有问过他要不要换房 这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当地的警方还正在调查当中 并未对媒体公布太多的具体信息 目前死者的家属已经前往巴厘党处理后事 由于案件太过离奇 网上的消息也开始越传越离谱 部分无根据的说法 称两个人是情杀互杀 死者的好友则对媒体表示 两个人是南昌读大学时认识的 已经在一起了两三年左右 感情稳定 女生的性格也很温和 女生正在新加坡留学 平时会和男友一起到处旅游 这次到了巴厘党 好友呼吁部分网友别再造谣 这些为了满足看客一时的窥私欲儿 无端编达的消息 对死者的亲人和好友来说 却是一种二次伤害 巴厘党是国际热门旅游胜地 这间房间又是老牌的五星级酒店 可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该酒店日常的安保工作 真的有做到位吗 如果连五星级酒店都不安全 那么游客还怎么能够放心出行呢 当地警方应该彻查此事 不仅是为了这对遭遇不幸的年轻情侣 还要给所有中国游客 乃至世界游客一个交代 然后再慢慢吃 对